中国平安中超联赛的第四轮比赛 天津全舰在主场对阵上海上岗的比赛 这也是中超在经过了两周的休息之后 重新开战进行的一场比赛 这一轮的中超大多数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 特别是参加亚冠的球队在周五就结束了他们的比赛 周五最引人注目对前几名球队影响最大的 就是北京国安的主场战胜了上海绿地生花 这样的北京国安现在是击十分 暂时排在第一 今天上海上岗如果能够在客场取得三分的话 他们将会在这轮比赛之后 站上中超的击分榜的榜首 担任今天比赛的主台是郭宝龙 这场比赛我们继续和国际足球评论员董武志 和大家一起来欣赏这场比赛 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 上岗今天穿的是一身红色的球衣 天津太达全舰在主场是穿了一身白色的球衣 这两支球队从前几轮的情况来看 上岗无一的状况要比天津太达层面要好得多 天津太达只平了一场球 一平两负 而且只进了一个球丢了四个球 目前在棋本榜上是排在倒数几名里头 当然联赛才刚刚开始 上岗这边是三连胜 而且天津太达到目前为止唯一打进的这个球 还是在第一轮由卓奈斌打进的 第一轮他们是客场1比3输给了河南建业 所以这场比赛对于阿里汉来说 他必须在进攻方面要 又是在自己的主场赛前得到的各方面的消息 也是希望能够在进攻上有所改善 对 其实第二轮天津对没有拿下航游旅程比较可惜 而且第三轮他们虽然说是0比1小负给上岗绿地生花 但是那场球天津其实踢的是很不错的 对 来看一下今天双方的首发 天津太达全舰这边的门将12号杜嘉 后方线上中后卫今天是老将李伟峰 搭档3号伊朗外援普拉利甘吉 两个编号位19号白月峰和26号赵洪略 在中场他们应该是排出三后腰 6号周海斌 7号李本健和22号郭浩 另外在场上应该打在前腰位置的是 11号安德烈悉尼二阿瓦雷斯 封线上今天按照赛前很多媒体去侦查的 认为阿里汉会排出双前锋 今天是24号吉尔和9号巴尔克斯 两个人全都首发 如果是打双前锋的话 今天天津太达人的场上很可能是个4 3 U2上海上岗这比赛一开始 孔卡被对方从背后踢到小腿 这裁判的判罚觉得有一些不满 直接把小腿踢踢破 滑了一道很长的一道口子 22号郭浩 郭浩这个赛季阿里汉重点培养的年轻小将 也多次入选过中国国豪队 来看一下慢点头 斜钉直接踩到了孔卡的小鞋肚子上 而且他踩的这个位置 应该是跟腱和小腿的之间的 这么一个衔接的部分很脆 如果仅仅是皮外伤 应该还就算孔卡比较幸运 那个是艾里克森 孔卡刚才倒地之后 首先是非常愤怒的向裁犯郭宝龙投诉 然后又向场下示意坏人不踢了 皮外伤倒还是比较好的 就怕这个肌腱 包括这个肌肉纤维有一些损伤 这个就会很麻烦 看看待会儿队一会不会在场外 对孔卡进行一个缝针的处理 这口子也是比较深 应该是郭浩的鞋钉的后边的钉 踩的上去 像孔卡在比赛开始之后 就两分多钟 就被踢伤下场 倒应该不算是重伤 从目前的这个电视转播给出的画面来看 其实这也反映了天津泰达 他在主场要针对孔卡的这个背身打球 他要施加一个非常强硬的防守的态度 现在看完上岗的这个练球 孙祥把球掉到禁区里 但是摆托下来之后没有人争夺到落点 上岗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他们也遇到了一定的伤病影响 还是有机会 在禁区里边强突 赢得了一个角球 上岗的门将是1号严峻林 后方线是4号王春超 28号贺冠 32号孙祥 5号汪家杰 中场6号蔡惠康 孔卡 7号吴磊 9号许森 17号夸西 还有21号于海 左边是11号吕文君在做准备 看来孔卡还真是 这场比赛可能踢不了了 爬到前脸 请修船中的落点不错 当然是包抄的同伴都没有能够抢到 许森在大多数媒体都是被翻译做海森的 可能海森这个名字在中国球迷心中 这个名字印象可能更加深刻一点 因为我们拿过来之后 一般都是先拿他的英文拼法 就是先按英文拼法去念 但是现在我们在转播当中更多的时候 希望能够用球员他的母语 他自己发音的那个考识 对 来去听他的名字 如果孔卡受伤下场的话 这个消息不管怎么说 反正对天津太大拳戒 肯定还是有利的 因为今天上岗首先在中后场 两个防守大将达维还有金周龙 今天都是殷商没有来到天津 本身对中后场上岗的防线 就是一个隐患 上岗的换人 11号李文均换下了孔卡 这说明孔卡在中超这个前正的也不容易 吴磊在右路右路拿球 传到后点好机会 再横敲再做一下 这个球李文均刚上场 好像还没有思路还没有能够跟上 而且后点的拿球队员的出球有点晚 孔卡的受伤下场对于天津的球迷来说 应该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对于咱们观赏比赛 从技检数上来讲 这个精彩程度可能会有所降低 不过而且从双方拳的这种拼想来说 可能是对防守方 可能是达到了这种防守目的 但是对于从从事这一行业的球员来说 应该还是一个以保护对方一个为主 所以这个当职主裁是 郭宝龙只出示了一张黄牌 从这个动作来看 但是赛后也看看 中超的这个纪律委员会 对这个动作是如何认定 如果判发严厉的话 应该可以够得上严重犯规的这么一个上限 毕竟大家都是吃这碗饭的 对于队这种尊重 也就是对于队以及足球本身的尊重 其实这个背后的踩脚跟的这个动作 非常危险 常用的非常坏的动作 把双方的反击都打得非常快 主持人直接送身后 吴磊蹚起来 天津探达这边是两个人一关门 把吴磊挡在了身后 吴磊这个赛季打到现在 从亚洲杯回来之后 好像就不像上个赛季那么有感觉 到现在也没有能够在赛场上取得进球 而且刚才赵宏略从外线 直接的补防到内线 和普拉里干击有一个关门 这个非常的关键 吴磊呢 他是上一次在连赛东中进球 还是上赛季对阵天津太达神剑的时候 这也是隔着时间比较久 对一个前锋 一个进攻球员来说 长期不进球 也不是什么好事 虽然现在从国家队到上岗 都是给吴磊足够的信任和时间 再往后来不行 再往后来 再往后来 四十步枪冲掉 投球百度到进去 有机会 吉尔没有能够打上力量 前点一漏 然后投球的回点 巴尔克斯非常的清楚 两个前锋之间的配合 巴尔克斯投球点着一下 就力量是稍微小了一点点 是贺冠在身后的一个干扰 其实吉尔这个球在奔跑当中 他是有可能占据这种身体和位置上的优势的 但是他采取这么一个难度更大的射门 其实就给了对方干扰他的机会 他就是这个球给过来的 有点照了他的侧后 对 如果能到更力量再大一点 到他的身前 这个后卫就没有机会了 上门比赛开场打了十分钟 天津太达全舰 已经是通过郭浩的这一个犯规 宣告了尽管面对的是上岗 但是今天上岗要想 从水滴体育场要拿走三分 并不容易 三号普拉里干击 三号普拉里干击 从这个赛季天津太达来看 其实阿里汉在这几年当中 今年还是一个比较大程度的换血 希望更多的年轻队员能够顶上来 前三轮就像东芝所说的 有些比赛他们也是运气不太好 这个就是足球场上还是结果是第一位 无论是目的是什么过程是什么 这个不能赢球不能拿分 还是会给球队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特别是联赛第二轮啊 他们和杭州绿城战成了零比零平 那场比赛也是比较有趣 双方各获得了一个点球机会 而且都是打在了衡量上面 这个技术衡量位置还都是一样 那场比赛天赛在打也是占据了 场上的绝大时间的这种优势 但我想天赛在达现在联赛 打了三轮为止了 才打进了一个进球 封线上的这几名队员都是没有进球 唯一进球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 后腰周海斌一个投球 其实也可以发现出 就是他本赛季基本上 没有把王金鑫排在主力阵当中 那么我觉得对于封线上进攻点 球权的输送可能是一个缺失 另外今天这场比赛 本来赛前也是通过赛前的分析 觉得王金鑫这场比赛可能会上场 但实际上比赛出来之后 王金鑫连比赛的大名单都没有进 王金鑫上海轮还是在第71分钟 替补上场过 而且表现也还是不错 而且近期的训练 他在训练中表现得非常刻苦 前几天还是出现在这个训练当中 主力这一步 可能也是由于有一些伤病吧 吴蕾在分辨 进去里边四个人包抄 但这球船中的质量不高 可能阿里汉考虑了这场比赛 毕竟面对的上岗他的进攻实力还是比较强 所以如果安德烈辛尼奥跟王金鑫 两个人都在场上在中场 他在上两个前锋 他可能对自己的中场的防守 不是特别的有把握 所以才最终权衡之下 也能看出他的犹豫 没错 但是这个安德烈辛尼奥 他的这个分球能力确实并不太强 他防守方面很积极 能够在第一时间去限制对方 从后面的发动的快攻 但是他给巴克斯的这个支援 做的并不太够 他也是需要同伴给他去喂球的队员 如果能看出天津泰达全线 今天上双天锋之后呢 吉尔加上巴克斯两个人 对对方的这个 从后卫线的加力还很大 印度有 就是在细腻或者说是印度方面 看看主要里怎么去抉择 这不管怎么说 从这15分钟的 不到15分钟的比赛来看 孔卡下场之后 中场天津泰达全线 是在控制的一场 完全不输的对手 向前给的太着急了 上岗在中场失去了孔卡之后呢 没有一个能够拿球的人 在向前的时候 会着急想强调速度 而且开场15分钟 上岸上岗的最有威胁的 两次进攻 刚才这个是一次 然后之前那一次 也是给到吴磊 是他们的这种反击的特点 非常的鲜明 就是打对方防线的身后 而且海森现在 他已经是进了三个球 这三个球里面有两个球 都是通过同伴 给他传到对方防线身后 右路形成了突破 这是个机会 传后点 再扫下门前 跟进那角捅射 这球打在了力柱上 吴磊吧 刚才这球看身形应该是吴磊 这球上海上岗在右路 几乎一对二给突破了 而且刚才后点 直接的回摆 这一下很关键 跳船好球 李叶峰还是经验很丰富 在许森这个跳船的时候 李叶峰已经洞察了他的意图 自己站位已经注意保护自己身后 而且许森这名队员 他在封线上的这种攻击的效率 非常高 很简略实用 跑一前进然后后点的夸西回坐 不过这个球门降了 也是近在最大范围的封阻了 射门的角度 有一定运气 但是也是有一定必然 这球真正要踢进去也不太难 不太不太容易 好球 凌空的平抽 外边看看人球分过 这球四带四传 这段上岗的控球时间比较长 协商船还是找夸西 这个他身边坚硬的同伴距离太远了 争下来投球第二点也拿不到 外套进走 协商船在这个赛季是度假 1993年的本队培养出来的年轻门将 取代了宗磊的主力位置 现在看吕文君上上替补空卡之后 上海上岗的位置有一些调整 于海回到了后腰的位置 那么吴磊是打在突前的二针锋 夸西是来到了左边前尾 基本的阵型还是4231 但是位置之间有一些变化 越海上墙 把球断掉 在这跟夸西这一下 没能够给好 夸西自己抢的能力而成墙 自己抢回来 直接把球给顶出了边线 其实按照这个人员配备来说 上岗的左路应该还是比较强 但是左路夸西鱼海至尽宫的时候 他还是更多的靠到左边路 再加上身后的孙祥 这三个人之间可能在配合上 还是不够默契 三个人个人能力应该都不错 许森不仅在禁区里边他能够得分 是现在上岗的头号得分手 而且他的接应能力也非常强 而且我记得吕云军 之前有一次非常漂亮的 后点的愉悦冲领破门 也是许森在另外这一侧进行的纯中 他的这种不光自己可以破门 他还可以为同伴去传出这种好球 蔡宇康的上脚 结果犯规了 蔡宇康对李本健 蔡宇康的身体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不过这球的确是犯规了 而且他在国家队也能够获得一些出场时间 也是因为他的拦截作用 没错 一支球队在中场后腰这个位置上 需要有一个这样扫到能力特别强的人 没错 比如皮尔罗配加图索 虽然说这两人现在 这已经成为记忆了 已经成为记忆了 实际上差两 曾经泰达这边郭浩当年也是被称作是泰达的加图索 从这场看确实是 没错 逼想着非常积极 但是普达里甘吉还是很冷静的投球 会点给了自己的门将 今天在双方对角拼抢的时候 泰达确实是显得更硬朗一点 老将孙祥 安德雷辛尼奥也吃到一张黄牌 他这第二下完全没有必要 孙祥也看看 我这边是不是也给踢出一道口子 而且是不是后边小腿也应该再带铺板 以后就不能是护腿板 得是护腿桶 366都给围上 刚才在小腿上忽腾水泥得了 其实在国际足团 在国际足团上真有的球员就是前后全都带着板 带着两副板 这也说明了咱们的中超的不管是内援还是本土球员在防守动作上并不规范 其实勇猛顽强和动作的规范并不矛盾 对 传到前点 回座打门 防守队员应该是于海 被挡出来 右路再传进去 连俊玲出击把球得到 哎呦 脚下一环 球是传给了太达的球员 还是在前场抢断 分左路 看太达能不能抓住这段机会 还是冲掉打法 在禁区里边进攻和防守队员都战死了 一中性 分枪 这一脚又打在对方人防守人身上 禁区前沿直塞 坐向偷球 好机会传投球 这下没有能够顶到门的这个方向呢 而且球迷区内就是一名队员在报收 他要是在点球点附近有名队员在跟进就可以选择一个回船 这儿包抄就会更加的有层次 手球了 太达刚才这段攻势非常猛 尤其这一次 而且巴尔克斯的坐球能力很强 但是上岗两名这个家防队员第一名不应该把球露过去 这儿是很危险的 两人加奖 朱海斌 再看船中 还是没能找到吉尔 许森在背后推人犯规了 这段天津太达拳舰在前场丢球之后 中场的拦截非常有效 造成对方门将的解围后卫的解围 几个球都是传到太达的球员脚下 刚才第三次进攻机会又是周海斌 把这球断下来 在前场的话中进攻 许森现在位置已经回到本方半场 但是上岗的反击呢 他是想希望通过许森的这种大范围的跑动 把对方的中位位置带开 乌磊有速度 就冲击对方身后的控装 但现在是谁来传球 对 现在有问题 又是在后场 上岗队丢球了 传得太着急了一点 太达这一段 太达全舰这一段的机会抓不住呢 他的场上队员还是整个的协调统一 这方面还是差了一点 就在某一点突破之后 其他点没有能够及时的跟上 你可以围着上岗的发球区去打 但是这个传球的精准程度啊 还是比较有限的 中场断掉 这段天津太达中场的抢断成功率非常高 抢断完了之后 攻到对方禁区里之后最后一传 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传统 传统和包抄的配合 许森现在干的是空卡活 而且他要兼顾在发球区内包抄任务 前点扫射 说着说着就来了 这球就是他从中间去挑起 然后去侧动的 现在天津太达了 我觉得他的两个边路边前位 这位置的防守还是不像在中路的硬度那么强 前点没有开过来 前点没有开过来 进去前面的反抢 巴西直接小角度打门赢得一个角色 林岳峰这球没有扑一直在跟着 度假也是很好的风度进脚 中路太达把球给顶出来 解围 又有球员在进区内倒地 向上李本健 比赛 因为天津太达他三轮比赛只拿了一分 所以今天这场球也是主场球胜心切 拼的确实比较舒服 拖球鞋为的是他是被同伴撞到了 我们个人撞到了一块去 我们个人撞到了一块去 拖球鞋为的是他被同伴撞到了 我们个人撞到了一块去 拖球鞋为的是刚刚从国家队的比赛回来 其实在前几轮呢 李本健跟郭浩的这个位置 阿里汉也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了 两个人其实特点 如果都打后腰的话呢 特点是比较一致的 就两个人都是以防守建成 所以一开始的几轮比赛 是把李本健尝试打到他的 以前打过的左边前卫的位置 但是由于打后腰的时间太长了 所以打到左边呢 也不是特别适应 李本健也被担架抬下场 这下是个误伤 太太全界这边还是把球权交给上岗 太太全界这边还是把球权交给上岗 主角边很有经验 主角边很有经验 但是他指出的边线球同伴也没有能够拿到 现在太达在场上应该少一人作战 好球 同中路投球 这个后杀上 夸西的投球顶偏了 他现在太达在防上岗的反击的时候 一个很大问题就是 因为他本身中场他就少一个人 而且基本上他是零行战位 这个 安德雷辛尼奥他是在一个前腰的位置 对 所以他两边防守的宽度是肯定不够 只要上岗能够在场上中路拿住球 一分边 他就没有人能顶出去 是 对方会从容的从两个边路传中 而且李文君从边路的这个突破和传中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aaa estimate 后场直接长传 这球许三能够拿到 起脚打门累一下仓促了一点 这球他没有发力 可能是想选择一个掉门 但是这个触球部位 有点靠球的下部 这个球没有踢起来 这种进攻方式 上海上岗已经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利用这种方式打进了两个球 这个占到了三分之一 另外的四个进球里边是 于海在前点包抄打进两球 而且另外两球是他们纯冲到后点 打进两球 可以说六个进球里边 他们占有三个类型 每一种类型各打进两球 而且看到在防守反击 当中许森或者是吴磊 他们两个的位置并不固定 两人有一个纵向的换位 直接冲掉到进去里 还是挺有威胁的 许森是在中超这赛场上 真是一个来万多不思议 没错 转移一下 左边路对方防守已经非常密集了 反击传得非常直接 这是球约味 这次反击上岗的两名先锋的传跑意识 达成默契 但是距离第二助理裁股员近端的许森 没有注意到天津太达的第二名防守队员的位置 而且从刚才这次上岗的反击 可以看出他们的防守 防守反击的这种思路和路线 非常的统一和清楚 所以这也就要求天津全舰队 在进攻当中 他们的后防线的队员 不能够掉以轻心 要时刻对于上岗的 留在前面的这一两名队员 要加以盯防 就是在进攻当中 要想着丢球之后的防守怎么办 球打得非常有想象力 投球 百度进来 球能能够挺好 上海上岗 斜防上来的人还是很快的 现在天津太达 你刚才说的他防这个反击 可能首先他要掐断 对方得球之后 直接传给 起码你不能让他从地面能够传到吴磊的脚下 你哪怕打头上打高球 去找许森 我都可以接受 像刚才这种球直接一个直传在中场 能够让吴磊拿住球转过身来 所以是更危险 对 这球应该吃盘了 我变节奏的过人 替不出场的吕文君吃了黄牌 突然慢了一下然后再次加速和变现 太达这个赛季可以看出他这两个连环脚 连环飞脚 太达这赛季来的这两个前锋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就是和他们两人之间的配合 以及和前卫的配合 从这场比赛可以看出 一旦他们想打快的时候 就不够默契 对 其实特别是巴尔克斯的能力 他当年在深圳的时候已经得到过证明 对 他在09年的时候 对 在上海被证明是水货 然后到了深圳 所以这个也就是你看在哪个球队 没错 白卫风才分给周海滨 天津太达场上的队员 彼此的传球的线路 说还是没问题 但是传球的质量 总是让接球的队员 特别不好处 对 他们接触就不错 没错 想连贯下一个动作 已经很困难了 就是在对方当中 你要传同伴的哪一只脚 这个精气程度 应该可以更加的好一些 就是你不光要给同伴 去传出球来 不是传到他那方向 更要为同伴去想下一步 他如何借助你的传球 便于下一步做动作 这就是传球和胃球的区别 我把饭端在你面前 你自己来吃 现在他的传球是这样 胃球直接送到你嘴巴 你撑嘴就行 这段白月风这一侧的助攻力度也比较大 因为他的中场 必须需要边后卫上来助攻 来增加进攻的宽度 直塞好球 这下巴克斯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这段比赛在20分钟到40分钟这段时间 太达拳键在中场 它逐渐的有一些优势 进攻能够看出来 这模样是有的 就是劝切最后一点精细的程度 如果风都敲到前场 这球就连续几脚都传在蹦蹦跳跳的 给了对方上抢的机会 因为传接球最重要的就是 传好拿好之后 对方就不敢扑了 自己脚下一软 他现在边路是1对2 周海斌 现在犯规 对方说 还是孙祥来主罚 罚到中间 蔡葵汤争这个点 高度没有优势 没中到 直接传出来 徐森回敲 在横传 吴蕾还是分边 王神超助攻上来 这一下天津太达 这防守就对了 我觉得因为上岗 他其实进攻当中 他往中路去的人特别多 边路拿球的这个人 周围并没有队友能够靠近 他只要对持球的队员加强低响 不让他特别舒服的 来球传出 自己其实对方中路 进区里边进区人再多 也很难有机会 不让他运气 會片 编 trends 开 老熊再给 李伟峰的反抗 作为一个中后卫 就是现在这个年龄 37岁这年龄 跟夸西速度的不够感情 他必须得比对方先动 先启动一动 对 而且刚才在许森送直传之前 李伟峰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 给中路有空档 小越位位置回来了 上不了比赛时间 马上就到了 能够打成零比零 上海上岗一开场 空卡的受伤下场 影响还是蛮大的 一本剑斜长船 点好球 中外宾快速的插上 到进区里 一顿 后腿跟上 这个球没有配合 两个人等于也互相干扰 帮了防守队员的忙 但是中外宾 这个传球路线的选择还是很聪明的 没有给望里传 是给了外围 但是外围包抄的同伴稍稍慢了一些 不要动他 向住就好 反正没吃完 也造成了你这次进攻的中断 在中场附近一个犯规 而且作为中卫来说 已经逼到了这个地方 也可以通过一个小小犯规 中断对方进攻 然后给自己的回位置 赢的一个时间 他们这些有经验的老中卫 都很会 这种犯规 小犯规的时候 他很会去把握这种尺度 把握裁判的尺度 对 因为那天 深花跟国安的那场比赛 其实绿地深花也有一个反击 徐云龙也是后边轻轻地拽一下 马上松开了 你就是这个尺度 你就是这拽在 不能让裁判吹你 对 上半场比赛结束 上半场比赛 双方是打成了0比0 稍稍休息 我们再来看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再来看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在今天那场比赛 派上双前锋之后 场面上还是有 给对方有比较大的压力的 尤其是两个中锋 在中午给上海上岗的威胁 还是比较大 现在双方的下面场比赛开始了 只是下面场比赛 天津太达拳舰 如果想打破僵持局面的话 他们还是最后 在前场进攻组织的那一下 有的精确性还是有待提高 这些应该是巴尔克斯 一个灯榻动作 双方在比赛当中 这个下角都比较硬 倒地的是贺关 今天上半场比赛呢 是天津太达拳舰 吃了两张黄牌 一个是郭浩 一个是安德雷辛尼尔 贺关也是这个赛季 开始打中超的一个93年小将 在上岗中后卫的这个位置上 已经连续打了几场比赛 表现也得到了艾里克森的首本 面对吴磊 表示这种抢劫年人的鸟 又一个灯榻动作 那次是6号蔡惠康 吃到黄牌 上岗的后腰 上岗现在也是有两名球员 拿到了黄牌 一个是蔡惠康 还有一个是上面是领导黄牌的 吕文君 这里球虽然说是冲着球去的 但是这个抬脚的位置比较高 大家是直接开出了边下 还有这块边 这球直接打身后 跟两个前锋都没形成默契 尤其是吉尔的反应稍微慢了一点 这好像是宇海在奔跑当中抬手 打到了郭浩的脸上 郭浩现在也是掩面倒地不起 这是一场组合船啊 最后还葫芦了一下 这下转移屋雷转移的比较清楚 但是现在王生超的位置 他接应的时候也比较靠近中路 这样就使得上个 本来在上半场比赛占优势的 他利用两边宽度 来发动进攻的优势 最近那段时间没有 这下马克思拿球的时候 脚的位置一颗 顺便转身 哎呦 这球在准备分给同伴的时候 打到了安德雷辛尼奥的身上 安德雷辛尼奥给对方解围了 公公公公公公isser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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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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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儿长传 把上岗边后卫身后空档 接着把球拿住 赵宏列套边上去 好球 在船内部空档 包抽 全球的这一下 还是没有能够和包抽的人 达成默契 太大圈舰赢得了一个角球 霍尔兰吉尔 包括马尔克斯 两个人的身高都不矮 进去里边都是冲击力 李本健来处罚 找后点 投球顶向球门 球高了 这球找的是李伟锋 进入这个是清明节正日子 阴历是 阴历二月十七 二月十七这天 越南圆都跟十五 球向前传的稍微犹豫了一下 再往中路来分边 是准备投球后蹭 夸西列一下 没蹭到 鱼海 突破 球传不出来了 球传不出来了 周海斌长传找到马尔克斯 准备抹过对方的时候 还是被方车队员是先出了一脚 贺冠把这个球踢出了边线 直接称船后场 直接称船后场 郭浩在中场把球控制下来 直接称船后场 直接称船后场 我想倒一倒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横向把对方的控单给扯开 天津太达的进攻还是直来直去比较多 好球天津太达的退防也非常快 前点防守队员李本健应该是挡顶了一下之后是飞向了球门 杜家注意力还是很集中 直接长传好球这球门将开得非常准的 贺冠一对一防守的能力还真是挺强 贺冠原来是在上海中邦踢球 93年出生 资料上显示他身高是1米81 身高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在和巴尔克斯的这种争想当中他并不吃亏 对 球没有出界 二连球还是在天津队这边 二连球还是在天津队这边 好球 这下周海宾的视野非常的开过 在解围着一段 前点好球 传门前 球还在马尔克斯的脚下 这一球 直接传 对 周海宾宾其实在外面已经在接应了 内切 这球应该交周海宾 再过渡一下 他们的新疆也是比较着急 直接打门 下本场比赛打了10分钟 双方比分还是0比0 严俊凌在上周五 中国国家队对海地队的比赛当中也替补出场 表现得非常不错 比赛当中突出了对手的一个弹刀 看他们的鱼海这次任意球 天津泰达的防空还是不错 一个大脚开到前场 这边直接长传打身后 这球传得非常有威胁 但是 李伟峰对球的落点判断很准 边后退边找点 反抢再敲身后 这次是普拉利干吉 把球给阻截 许森现在是拉到了边路 越风是紧盯夸西 斜方到了自己的右边路 天津泰达的防守还是做得不错 大家解围 球没有踢远 想来一个春当 但是没有过去 所有吹了反角犯规 叫特杉方的建筑 你们打敲身后 你不能打敲身后 他还要把作的 他还要把那天才要把他们连 他都比上一天 他是不特别的 他都比他们连 这是威胁的 这是盼进攻球员贝尔克斯在争抢的时候犯规 郭浩又受伤倒地 郭浩其实也是国奥队的球员 现在93年的这一批 尤其是国奥的当打之年 出来的人相对其他年龄稍微多一点 不过这个年龄段和之前的很多 为这个年龄段的球员是一样 尤其打前锋的 像天津泰达的几个年轻球员在这个赛季 尽管教练是也想用 像周辽 回家康 都是当年国奥的球员 但是现在你一旦到了中超和外援竞争位置 就显得非常困难 其实我想有的时候像他们这些年轻球员 起码在欧洲球员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第一目的是我要打上球 在这个年龄段应该挣钱是第二位 他们是不是可以 其实是不是可以考虑 如果在中超确实很难争夺过这些外援的话 我们去一些其他的联赛 能够多踢球 多打比赛 对他们的提高是最有帮助的 而且现在很多的小球员在这个逐渐分配位置的当中啊 虽然说很多的青少年的教练是会根据你的类型 根据你的性格去去来决定你的场上位置 但是也是有很多的年轻的青少年的小球员吧 他也是比较崇尚 或者说喜欢踢这个前锋的位置 这肯定是孩子的天性应该都是更喜欢进攻位置 但是就是本土球员踢这个位置啊 在顶级联赛当中吃饭都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等到进入到这个三线队或者二线队 其实发现呃最开始选择的那一个位置并不是对中正确 对不一定是最合适的 小红拿来 哎哎哎哎八二 八二 五号这个 这个 这场他好像出现了 拉伤还是臭劲 给替换下场 替换他的是八号胡仁天 李本健 应该再回到后腰位置 胡仁天习惯的位置是打右边前卫 现在周海斌是站在中路偏左 好 还是交给安德雷辛尿 再回敲这一圈 没给好这球 哎你看这个天津泰达的他的这种从中路上发动的进攻啊 他这个长阵球比较浅 嗯 就是针头上的球 对 啊 双方都是有些拉转 这个球吹了周海斌犯规 快速伐出了阵球 幸好普拉利干吉是注意力很集中 没有让吴磊偷袭得手 在这个瞬间呢也是反映出来 就场上 你要是跟裁判争这一会儿 可能也就两句话 就可能让对方占到便宜 好 球没开起来 这时候安德雷辛尿要出脚要快 右路有空档好球 再给过来 没给好 这是想给没给好 刚刚上伤伤的 不是这样 可能还没有适应的这种场上的气氛 意识是到 脚法没有掌握到位 他还是想用脚弓去端 嗯 这些忽仁天一旦给好的话 是个得分机会 分身后又小了 在孙祥来到队争之后 队长的秀标是交给了孙祥 后续是上岛的队长王新超 加油 战术小球 点不错 这条门档出击没有拿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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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Middle 后场还是大脚解围 转一个咖西 咖西刚才这个球转身的方向是错的 冲掉 这个球直接送门将怀里 旧海宾第一步没有带好 是 对 Produce 周اس 前准备 都不要 thest 就是 好 就 其实这个球啊 从落井上看 还是天津太达 刚才咱们谈到的那个问题 从中央上的长传 他主要是找前锋的这个身前 想让自己的同伴 在背身的情况下去拿住球 但是几次的这种尝试都证明了 这么打并不太成功 马尔克斯背身拿球的时候 屡屡背身后的鹤冠 包括其他的队员所干扰 但是相比之下 上海上岗的 他的这种中长船的进攻 他主要是打天津全剑的 这个防线的身后 船中球给一翻 侧身抡一脚凌空 李文君这球没打准 哈希的身体对抗非常好 扑出来有捕射的机会 李文君这球是想给同伴 结果李文件拍马赶到 结糊了这球 好球 远敦越位 所幸的是李文锋等几名队员 他们在往回退守的 往回 先看这次 这球完全是卡希 白月风这球啊 跳得太冒失了 没有站住位置 李文君应该是想做一条 这球怎么办呢 有力 下身后 左海滨直传球 我都放了边路空档 但是他这个两个风险球员啊 脚下的速度 确实不像吴磊那么是 这边刚才是有队员受伤看看 郭文宝龙会不会补一张牌 其实这球并非是一个恶意的反规 第一感觉给咱们啊 有点纱布撤了 陆地的时候 这个右脚的脚踝和膝腕结 可能是一个损伤 左边后卫赵红略 这个吉尔的身材 身体非常的强壮 但是灵活性特别是在急转急停的时候 这个身体的这种柔韧程度 也是限制了他的这种发挥 他是在之前都在保加利亚联赛踢球 连续两个赛季是分别获得射手榜的第一和第二 这可能也跟他比较适合适应保加利亚联赛的那种节奏有关系 东欧的联赛和球队还是比较讲究硬度的 他就像一个重型坦克一样 所以说天津全剑在进攻时候应该尽快尽可能的把球打到他的身体的前方 让他正面去冲起来而不是让他去背身拿球 再起诉的话这个不是他的优势 比赛贴到70分钟了 双方还是0米0 穿装 再给身后 看他这个上岗的前锋都是速度比较快 越野锋今天的防守到现在为止还是相当成功 相比之下夸西就是比较灵活脚下速力很快 这场比赛也是把他放在这个边前位 左边前位的位 远距离界外球直到进区里头 没有威胁 余海 这个界围 动作很不规范 王神超的球被断了 这球 特别刚刚是第二张黄盘 对 我看到刚才对吉尔再次犯规 出了第二张黄盘 两黄变一红下场 这球的确是一个黄盘的动作 但是没有问题 没问题 对 是一个鲁莽的犯规 首先是上岗球员在带球的时候被吉尔断球 然后在局部是二打三 但是吉尔跟周海斌两个人一个船切配合 球传出去之后 蔡惠康鲁莽的抢断 而且这球 对 而且这球蔡惠康在和同伴的两人的家房当中 这两人之间横向的距离太大了 让吉尔从把球从中间 从两人中间传位了 对 这个球你要一个人站在吉尔的身前 另一个人在侧向的身后 李线 这么着有一个家脚 这样才是一个有效的去协防 现在在比赛达到70分钟的时候 上海上岗被罚下一名后腰 而且主力后腰蔡惠康被罚下 少一阵作战 严均零二大脚把球开到前场 严均零二大脚把球开到前场 现在上海上岗只能打441 无雷回撤到前卫舰 宇云军和于海打双后腰 吉尔在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 五号是汪家杰 其实这一球要是严格意义上来说 给一张黄牌接着也应该没有什么话说 球员在这种防守当中还是应该注意一些防守动作的 给自己减少这种不必要的吃牌 毕竟对方的这种控球的地界还是远离自己球门的 况且还是在边路 这背后有一个推人动作 进去外的认一球 这个推人的动作不是特别大 但是还是能看出来 比较明显的推人 主要是宇云军已经抢到了李本健的身前 而且这一球李本健在和普拉里根基两人前后加防的当中 这一说明咱们的球员在防守当中缺少这种对于同伴位置的去观察 你要利用同伴的这个位置怎么样能够创造这种以多防守 而不是自己去蛮干 咱们在抢劫一对一的时候总是就是像刚才李本健的那一 这个蔡友康那一下也是 包入李本健的 就当你第一时机 第一个时机失去了之后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好像不是都不是特别的清楚 很多球员都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球抢下来 这个想法是好的 但是更多时候这种想法很难成功 你要再把刚才你的第一个情景你没有处理好 现在最重要的处理第二个情景 在对方 你像刚才这个球他已经站在你身前了 而且你说的我的中后位也基本在自己的位置上 这种情况下我最合理的处理方法是什么 压迫空间限制对手的这种出球的线 再抡一球 直接给撩出底下 这球是擦到巴克斯的腿上了 给他球门球 柳文君自个儿也没看到 他距离那么近 他自己也没有任何表示 因为我们球员在场上为什么说踢足球更多的 越是优秀的球员越强的动脑 就是每一个瞬间你其实都是要 他作为高水平等员不一定是真正明确的思考 但是他经过多年训练之后 他有一种本能 但是也是通过了一种思考和学习之后 他处理球的一种经验 而且放手当中更加体现一名球员是不是动脑了 就是在放手当中你要通过自己的存在 让同伴更好的去抢球 这一次夸西的上抢时机非常不错 给 这边有机会 看到了 但是传的时机有点晚 这球他这么轻的力量 就很难传过 而且这球要是搓一个过顶 可能效果更好 但是李渭峰的存在 堵住了许森的这个传球路线 最后是被 给直了 好球 越位 第一下给的话 胡云天原本是不越位的 就是在你停球之前 你观察没有 胡云天他已经在启动了 等到停完之后再摆脱 你看又摆脱了这一下 其实胡云天就差这么一个身体 而且从慢动作来看 是不是越位还真的是值得商榷 再也还有一个 刚才咱们说这个 你在进攻或者防守当中犯错 因为你对抗的球队 你的对手跟你是一个级别 你的错误总是得不到惩罚 这个提高也非常慢 没错 你像刚才那么有威胁的位置的一个任意球 发出来的质量也是比较一般 如果你碰到的都是高手 你犯一个错误 人家就进球 没错 你这个可能就 印象就更深刻 加上补石 这场比赛还剩下15分钟左右 还是两个队都无力破门 但是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 双方已经开始出现更多的得分机会 泰达拳电这边也有 好球 这球周海斌走得漂亮 球摊过来 起回 想到了 都是能想到做不到 但是这个角处球的部位 没有包住球 刚才是巴尔克斯吧 主动的在要万围这一点 略风这传球传得非常好 可能这球也是蹦下来了 也蹦下来了 也是没踢准 再次换人 这是要加强进攻的 左边后卫 赵洪烈换一下 换上来的是23号聂涛 赵洪烈可能是在刚才被犯规之后 肌肉有一些受伤 聂涛还是打的应该是边后卫 但是聂涛的这个足够能力 可能要更加强一些 这球要再停大一点 就变成一妙传了 咱们的球员包括一些外援 在处理球之前 他根本就没有观察到同伴在其他位置的存在 两个人上去逼抢发西 还是后场的界外球 赵洪烈换 看看最后这十几分钟 是上岗能够赢得四连胜 还是太达拳舰能够赢得第一场胜利 脚球 太达拳舰现在场上多一个人 坐镇主场 也希望能够拿下一场胜利 脚球应该是他们的很好的机会 两个前锋都相当有身高优势 李伟峰这也是脚球进球的大户 李伟峰也是一同外卫 发我脑上 而且李伟峰可能让比稳健阀 可能这个准备更好一些 前年跑动延货中路 大家都是进球心切 开心 严吉林这个大脚开的也挺准 又准备打身后 但是李伟峰今天 每一次对对方想打身后的球 都提前的判断的非常准 而且自己后撤当中找落点 以及和同伴的协防保护 都做得很到位 这下拿的不错 防守当中手球了应该是 还是进攻球员手球了 应该有换人 上岗是换下了卡西 换上来15号林创意 是不是给错牌子了 防守当中手球 防守当中手球 没问题 还是把夸西换一下 换上来15号临创意 一个是夸西的体能 还有一个就是换上临创意 可能是要加强中上防守的这个力度 毕竟和夸西对位的天津全舰这一边的胡仁天 是下半时换上的一个生力军 那么胡仁天的这个冲击力和速度 可能也是让上海上港的左边路的防守比较吃力 胡仁天下半场上来之后 他有两次已经在反击当中 右路是已经创造出了传中的机会 就是传中的这个脚反 而且我觉得现在上海上港 他自从这个蔡海康被发现之后 他的阵身调整为441 那么他前面的 不管是吴雷顶的前面 还是许森记顶的前面 先看这次 小球 让他扣回来 再交给周爱斌 后点 然后争到 打凌空 冲天的射门 直接飞出来界外 那么这个时候天津全剑的他的后防线 我觉得既然换上23号聂涛 可以利用他的这种助攻能力把阵型调整为352 因为现在后边四个人有点太浪费了 后面三个人去防止防守许森的话应该就足够了 只要在中场加强一下 上海上港的这种反击的传球 传球成功 机会 起脚稍微慢一点 但是还是在吉尔小夏 打到了中路 严君凌把他给扑住了 严君凌非常冷静 他在对海地的扑完登登之后 也说现在随着比赛经验增加 提高就是出现这种险情的时候 能够在门前站得住 不乱扑了 你看吉尔他能够获得这个机会 完全是由于他的冲击力 杀出一条血路 但是随后的支撑脚的调整 和身体重心姿态的调整 可能就是受限于他的灵活性了 这跟鲁尼就有点差距了 鲁尼昨天打进那球 停得离身体远出去得有一步 但是一脚能够打一个反向 而且那个球大嘴抬得很平 皮球压得很直 最后瞬间调整能力 确实也是就球员有的时候 也还是很难练出 是 对角对过来了 送门前 袁俊宁铺到后点 敲好球 安德烈吸尿 给到外围应该 外围没有层次 没有人能够在外围跟上 还是进区里头做配合 打小角度打门 袁俊宁虽然铺就脱手了 但是门前上岗的后卫保护 把球解围 还有 这次在传向后点 终于化解了这次险境 除了巴尔克斯 这个抬起脚过高的犯规吧 鱼海有点抽筋 看刚才这次 天津两名外援 他都缺乏这种补门的意识 也是不知道 这个巴尔克斯 拿球转身抹过来之后 要干什么 万一他要传呢 对 刚才这一波进攻 是够热闹的 但是门前把握机会 天津太达全界还是差了一点 刚才胡人天论的这一脚 相当解恨 但是奔着脚齐去了 你看刚才这个曼东座 首先就是吉尔的 这个左脚的支撑脚的方向 没有调整过来 它是这个支撑脚 在调整的角度再大一些的话 这个射门的角度 就会也会随之间增大 他那球要是能打一缓甲 就跟鲁尼那球一样 当然鲁尼那球更难了 那个是个凌空拳 埃里克森也开始头疼了 达维伤还没好 孔卡受伤估计得歇至少两周 一周到两周 我估计得缝针 而且缝针的愈合就得一个星期 五到七天 关键是肌肉纤维的这种伤域 它比较麻烦 明天逼得很紧 入来的机会 向底线走 传门前 能够传过来 双方在过去的几个赛季当中交手 打了四次 太达拳键还没有赢过 两平两负 五十五分钟 现场观众爆出了一阵欢呼声 野涛 我们能探过伍莱 野涛的防守非常成功 野涛突破可以再坚决一些 他有这个能力 球门球 安利涛好像整场九十分钟 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肢体语言和表情的变化 除了浪费机会的时候 露出一丝遗憾 我看33号是杨博宇 上岗这边的将组 也是希望尽快的换人 还有三分钟钟 太达可以想办法全力猛攻 这本键 兴趣前沿再直塞 这边是汪家杰上抢 把球给破坏 以多打扫的想法下 上海上岗基本是囤居在中路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更多的选择两个边路 进行突破和寻找机会 太串丢了 差一点 打身后 周海斌 没有科伟同伴自己选择胜门也可以 阿尔克斯在进去里头 准备强突 球到外围 周海斌再传起来 准备凌空扫射 能够打到 继续比赛 安德雷辛尼奥拉到了左边路 好球 比一个直传斜插 有机会 胡仁天 叫外脚被挑向门前 又是被防守队员给破坏 这球可以射门了 不过这个从中路的斜插 还是很不错的 撕扯了 上海上岗的防线 这一球 它是在奔跑当中掉进身体 然后用脚被内侧搓射一个后脚的话 会不会比传球更好呢 小泉脑子里没有这个 应该没有想到这个 他就是想着要拨到门前 是吧 从他这个带球的行进来看 但是这个斜插是终于形成了一个特别好的配备 对 其实安德雷辛尼奥他拿球 他出球气是有嘛 但是这个就是有这个顿挫 其实你要是用好了 他也能形成漂亮的配合 这第一下人家在前面 吉尔要启动不启动 是第一下 但是他这个第二下上 也有突然下 梁沐宇换下了吴磊 他有一分多钟 这次换成安德雷辛尼奥来罚 后点 李伟峰在外围把球睁下来 再调到禁区里 冲创门将犯规 双方都是很痛苦的倒在了草皮上 查理干净痛苦的是没有顶进去 一个人心灵状伤 那边是脑门状伤 其实这样找李伟峰其实挺难的 虽然他的投球能力很强 不过上岗也知道他是一个脚球战略当中 争投球重点的人 像这种球 就算他能抢到点也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而且这种球弧度比较高速度比较慢 他不太好发力 看这种情况捕食应该还在继续 而且再延续 对 这个五分钟的捕食是一个最最低的捕食 对 如果说在捕食时间内 又发生了一些突发情况 应该还是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 再去补一些时间的 埃里克森赛前就说了 虽然这排名大家有差距 但这球并不好打 一看果然可能比他想象的更难 主才国宝楼空随时可以可能吹上 球还是出了边线 看了泰达拳键的球员犯规 还给了上岗一个前场任意球 面球开出来 普拉利干吉头球解围顶出来 全场比赛结束 天津泰达拳键 今天在主场是0比0 逼平了上海上岗 双方各取一分 这场比赛我们就为大家直播到这 感谢董武志的精彩解说 也感谢您的收看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观众朋友们再见 观众朋友们再见 amen scen阅